作为开年第一部公认爆款剧,与凤行在播期间未有敌手,一经上线便将花尖令、烈焰等剧秒得连扎都不剩。 成欢季却不走寻常路,选择在与凤行播出到后半段时上线开播,无论是收视率还是讨论度表现都非常优异,杨子抗剧能力可见一斑。 众所周知,杨子作为童星,在凭借家有儿女走红后,并没有继续在娱乐圈捞金,而是读大学深造,但是当他大学毕业在回娱乐圈时,却被告知长得不够漂亮,并不适合娱乐圈,一度无戏可拍。 但是凭借持续努力,从配角到主角,最终凭借欢乐颂重回大众视野。 而后,香蜜沉沉浸如霜,亲爱的热爱的,长相思,杨子几乎每年都有一部暴剧,人气飙升的同时,演技也在稳步提升。 这次主演的成欢季不再是以爱情为主线的偶像剧,里面穿插了亲情和友情,不仅聚焦了普通家庭母女的真实相处,也体现了女性的成长,非常具有现实意义。 截至目前,成欢季已经更新过半,杨子饰演的麦成欢如愿收获爱情的同时,与母亲的矛盾也彻底暴露,母女俩在争吵中成长,相信最后势必会理解彼此。 平心而论,成欢季剧本扎实,全员演技在线,收视率和热度都非常高,应该算是近期比较优质的剧。 但4月22日,成欢季正式开分,豆瓣评分仅有6.4,该消息一出瞬间登上热搜。 剧粉一致觉得这个打分低了,成欢季至少应该在7分以上。 通过数据统计可以看到,成欢季截至目前总共有超9万人对其打分,其中五星好评率仅有22%,但是四星,五星差评却高达33%。 而通过评论区可以看到,很多打一星差评的均是针对杨子的,不是说杨子的演技差,就就是吐槽杨子又演中年古偶剧,将矛头全部对准了杨子。 显然,会受到如此多的差评,杨子则无旁贷,但是所谓人红是非多成欢季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打如此多的差评了。 按照杨子粉丝的说法,很多人为了黑而黑,在没有看过剧的情况下,直接打一星, 导致成欢季的评分仅有6.4%,差评率却高达30%,明显是被黑了。 就连杨子大爆的亲爱的热爱的评分也仅有6.6%,评论区差评如潮,很多人打分不是看剧,是只要看杨子就打低分,原因很无奈。 由此可见,杨子身为九龄花top,有人气,但是也有不少黑粉,但是仅仅因为不喜欢这个人,就恶意刷差评,抹黑一部好作品,让剧组这么多人的努力付诸东流,未免有些太过分了。 有句话说叫赌什么,都赌不上别人的嘴,就因为是流量小花,就如此多恶评,简直不要太无奈。 最后,公道自在人心,从长相思到成欢季,杨子演技的进步肉眼可见,即便有人故意差评,但是看过剧的观众心里都有一感称,杨子的表现怎么样,大家也是清楚的。 与其故意拉低别人,不如好好努力提升自己,实力对演员才是最重要的。 你们觉得杨子在成欢季的表现怎么样? 成欢季,看完奶奶的遗产分配,方知高配人生不是独立那么简单。 全剧里,活得最通透的女子,当属奶奶,陈叔真女士了。 奶奶在剧中贡献的人生金剧,教科书的做法,太多太多了。 一说说更为喜欢剧中的奶奶,所以还是按照剧情来聊聊奶奶的故事,因为剧改编和原著里的故事有了很大区别,尤其是人物内核,在剧中传递的人生哲理更为广阔温暖。 很多人认为,新安里和那栋洋房一样都是姚志明的爷爷留给奶奶的产业,可实际上不是。 从剧中的支言片语里,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有关奶奶的故事。 奶奶也是大家闺秀,这一点不要参考原著了,原著里奶奶的确不是,可剧中是这样设计的。 麦成欢接管新安里,崔叔带她来到奶奶的办公室,就提到了这一点。 奶奶是大家闺秀,是从长辈手里接管了新安里,也就是说这是她娘家的产业。 大家都以为她身为小姐,养尊处优不会打理酒店,可没想到,奶奶硬是把新安里坚持做到了现在的规模。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姚志明的爷爷,爷爷因为有了新欢去了国外,不仅背叛了奶奶,还带走了他们的儿子,也就是姚志明的爸爸。 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,一个已婚女子,一夜之间遭遇丈夫背叛,失去儿子,也失去了生活依障。 爷爷只留下了一栋洋房,其他生意都带走了。 她是如何走出困境的? 只看奶奶说的一句话,诉苦亦无用,自己的事情还是要靠自己,自强自立才是道理。 奶奶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女主,因为她的清醒独立是有温度的,她经历了各种情商,却还是相信人与人之间要讲感情,要活出有温度的人生。 她和麦成欢的爷爷是黄昏恋,在众人眼里是不能理解的,舆论压力很大,爷爷都有点想退缩了,可奶奶以一己之力承担所有压力,和爷爷在一起。 麦成欢的爸爸介意这个继母,介意两位老人的黄昏恋,可也承认,在他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,缠绵病态生活不能自理,是这个继母一个人照顾他父亲,连乳窗都没让出现过。 等到麦成欢的爷爷去世后,奶奶就去了养老院居住,费用也是,自己承担,不让继子麦成欢的父亲赡养自己。 因为他很清楚,这个继子和他关系没有那么好,还是各自相安无事就行。 在他住进养老院的那么多年里,只有麦成欢去看望奶奶。 但是,在分配遗产的时候,奶奶把自己所有的首饰都留给了麦成欢的妈妈,还说这是谢谢他为麦家的付出, 这是他和麦爷爷的情分。 奶奶的前夫带着儿子去了国外,儿子不是奶奶教育出来的,而是扎爷爷养大的,也一样的扎,也就是姚志明的父亲。 姚志明的父亲做生意失败破产,欠了很多债。 姚志明的妈妈带着姚志明四处躲债,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,是奶奶还了债,负担孙子的养育上学费用。 可是,姚志明母子是不太领情的。 在他们看来,奶奶明明有能力帮他们更多,却只做了这些,还要姚志明和妈妈靠自己打拼。 所以,在很多年里,姚志明都没有联系看望过奶奶。 直到,她的事业需要拿下心安理,她才回来看望奶奶。 亲情,爱情,还有婚姻,奶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背叛,可她并没有让自己成为冷漠之人。 正如她的告别说的那般,她是喜欢把所有不认识的人都聚在一起,让大家有家的感觉。 她把心安理酒店做得像家一样的感觉,不喜欢姚志明所在公司那样,做成流水线式冷冰冰的产品。 奶奶的遗产分配便是最后一次成全所有和她有关系的家人。 有没有发现,奶奶分配遗产是有界限感的? 洋房是姚志明的爷爷留给她唯一的产业,她给了姚志明。 还有另一层深意是,姚志明的生活缺失加的温暖,她提前安排卖家借助洋房,告诉姚志明。 她已经帮姚志明找到了亲人,剩下的路就靠姚志明把握了。 奶奶的首饰和存款还有心安理,这是她的东西,她给了卖家的两个女人。 首饰给了卖成欢的妈妈,除了替卖家谢谢其付出,更为重要的是提醒她放手。 那么卖成欢呢?奶奶在卖成欢身上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度,但是卖成欢缺少证明自己的机会,所以她把存款和心安理都给了卖成欢。 其实,把心安理交给卖成欢,也是奶奶对卖成欢的信任,因为她知道,这个女孩一定会让心安理既能保持温度,还能发展得更好。 奶奶曾经告诉姚志明,说她的爷爷做生意算无一策,却都是权衡利弊,是没有温度,也是不够人性化的。 其实,奶奶的安排才是算无一策,让姚志明和卖成欢的缺失都在这场安排里,找到了弥补和疗愈,还有各自的成长。 罗曼,罗兰说,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,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本质后,依然热爱生活。 高配人生不是独立那么简单,奶奶便是这样的英雄。